在最新一期的演员的诞生预告中,早是刘烨张子怡现场翻脸,火药味十足,刘烨甚至怒摔手机,这让一旁的郑爽张国立看得目瞪口呆,虽然节目后面有小惊喜,但也引来网友围观,一向快人快语的景色。 金星在转发网友微博后,对到自己的戏也没好到哪儿去,对于金星此句模棱两可的话,更是遭到网友猜忌,认为是在对张子怡,随后金星再次转发网友评论回应道,是啊,那帮傻瓜瞎开什么呀,近日,一段留意张子怡在节目现场翻脸,火药味十足,引发网友热议,有网友转发该片段并写道, 这些老江湖,哪有欲娇龙的满腔豪气,倒是没人写篇流也怎么变成中年油腻男的,金星稍后转发此网友微博,并怒对到,自己的戏也没好哪儿去,对于金星此句模棱两可的话,遭到网友猜测,认为金星是在对张子怡, 但也有网友表示称,为什么我觉得是舒凯,紧接着金星为此网友点赞,并称,是啊,那帮傻瓜瞎开什么呀